曲佳瑞有一個優點 就是呢 她雖然常常來上很多節目 她都沒有炫耀過她的家事背景 可是其實 她是我見過最誇張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別的畫家 如果有很大一間工作室呢 都是在市郊 比方說可能要到淡水 或者是金山 才有辦法去這麼大工作室 然後曲佳瑞的工作室 在仁愛路四段 那沒有什麼 因為我在那邊長大了 所以她是居家 她是單純的一個畫室 她就有一個很大的畫室給她畫畫 而且是她們家自己的啊 Oh my God 我不要這樣這樣講 我很怕她們被告 好 可是妳... 為什麼我覺得妳最近變比較漂亮 妳有動了什麼手腳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就是... 是眼妝嗎 對 我覺得是妝 而且這個妝還是一個 就住在我家附近 一個一品大廈裡面 一個太太告訴我的 就是我男男父親買衣服 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會說 就她半年前就跟我講說 曲佳瑞 我跟妳講 妳上天生這雙都畫得不好 妳本人好看多了 她說 我說真的嗎 她說妳都沒有跟她們要求嗎 妳沒有跟化妝師 照應師要求妳 要怎麼做妳的眼睛 怎麼做妳的眼線 眼影 假睫毛什麼 她就教我 而且妳故事也不需要 因為她講那麼仔細的 沒有 我... 因為我才知道說 原來到了化妝師是可以要求的 可是小鐘跟她在一起的問題 是說小鐘有可能 沒有時間表現自己耶 表現自己 因為許家人很愛講話 你插不進去啊 為什麼 可以啊 怎麼不行 妳突然沒有男朋友 叫妳閉嘴過嗎 沒有 他們的話都不是很多 可是我覺得妳可能 受不了話多的人對不對 我不會耶 真的嗎 我覺得OK啊 可是她這種講話頻率 你受得了嗎 這是年紀的 你現在是在幫我們生氣嗎 好棒喔 她活到 我真的太想要妳 沒有 我... 那種安排我覺得很好 對 安排很好 能夠讓曲老師欣賞的人 你看 這個很榮幸耶 她之前是欣賞黃國倫 她結婚都換七三百 算有提升喔 對啊 對啊 曲家瑞是專業的藝術家 然後呢 她是研究所的所長 她不在乎 你看 她不在乎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她 她的自己那方面的... 是嗎 我也管不了她 真的嗎 真的嗎 還有 還有 還有有人出來說 這是她家的事 還有 可是老師妳說 妳是覺得她不好笑 才喜歡她嗎 因為我覺得她很真啊 她不用學別人啊 去用別人的梗啊 我覺得這個最厲害 而且她是那種你需要花時間 你慢慢了解她之後 你才覺得她真棒 我覺得厲害就在這裡 而且你知道在後台的時候 她其實都不會... 她都不會講別人任何東西 這很厲害 我錄影在後台遇到她 你知道她其實是滿嚴肅的人 她這對心超強的一個人 對 真的 我才覺得這對心很強 至少找到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這兩個的配對 真的匪夷所思 對 可是後來我發現 開始有... 有一個點 諧星都要找的另外一半 都是有點崇拜她的 對 這一點 我們很需要 妳自己覺得妳在感情上 其實是很受歡迎的是不是 對 男朋友不會受不了 覺得不好啊 那妳回台灣來以後 交友情況 航情直直落 你知道嗎 對 她發生什麼事了 台灣男生不喜歡自己 不是 沒有 我有台灣那個 一開始台灣男生會說 妳好特別 妳好獨立 對 妳很自我 妳說話很大聲 妳超棒 妳跟一般女孩子不一樣 所以應該把它配給兩賀群 對不對 然後她們說 我不需要去哄妳 我說 嗯 然後她們就來追我 可是一追到之後 她們就會說 妳太獨立 太自我 妳不要很想怪 想說妳在耳音什麼事情 我說 其實妳是梁航情要的那個女人 想要嫁破愚人嗎 龍哥 不好意思 我已經有在忙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龍哥 我不想壞 沒有 在 楊赫群 就是強勢啊 高挑啊 有啊 都有 他絕對會給妳很大的意見 對 非常可惜 楊哥 我會為了妳詳細一點 不要把我換過去了 沒有...不會... 曲家瑞 我問妳喔 妳有要結婚嗎 當然要 我爸房子都準備好了 怎麼不結婚 小鐘不是不願意住別人的房子嗎 你們兩個活動區域很近喔 都在東區 都在東區啊 可是曲家瑞 妳願意住進小鐘的房子嗎 當然可以啊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房子 給妳拔租啦 這樣子 妳就拔租啦 對啊... 很好 而且我爸媽說妳很有骨氣 妳真有骨氣 真的 這滿大… 這滿大的 妳就這樣很舒服耶 這有幾大分 我說妳有沒有禮貌 妳都一直不看人家講話 好不好 妳沒有正眼常問 我家 妳都會是新事件 不要…